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继续学习《入行论》 现在讲经理评当中 对净处生起欢喜心 分四个方面来宣说 其中 这四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应该说是 断除对寂静地方不欢喜的因 我们为什么经常喜欢 住在城市里面 而不愿意去 寂静的山里面去闭关 施修 原因是什么呢 有些人可能贪执自己的身体 有些人贪执亲朋好友 有些人贪执自己的财产等等 所以有种种原因 作者一一地剖析 让我们造一点心物 不要失之不悟 否则非常可惜 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无神殊复服修 必处灵护狼 不敢去浅肠 岂遍种之刺 我们的身体很快 会死亡以后腹朽 最后呢 宁喜欢吃肉的这些狐狸啊 狼啊 他们都是不敢去品尝 一定会有这么一个阶段 一定会达到这样一个景象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身体 这一个颂词当中 主要讲对自己的身体 不要贪执 你再怎么样贪执 也实际上最后一定会变成尸体 我们大家都特别地 执著自己的身体 但是不管是 你的身体多美丽 多好看 但总有一天 会死亡的 死亡以后 人的尸体 大家都知道 一般来讲 放了几天之后 就开始腐朽 就弥烂 最后非常粗 这种粗气一直扑皮而来 那这样 如果我们再这样放下去 可能谁都不敢接坐 一般人的尸体 不敢放很长时间 尤其是夏天 夏天过了几天之后 你再好的身体 最后让人非常厌恶 不要说我们人 甚至经常享用人的血肉 在石头林的恶狗 野狗 还有一些狐狸 柴狗 头酒等等 这些本来是 经常享用血肉的 但是我们人的尸体 太弥烂了 太腐烂了 很厉害 那这样的话 即使到了石头林 很长时间 他们也是不敢前去 不愿意前去享用 但那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所谓人们现在活着的时候 特别贪执的身体 有什么样的价值 有什么样的可贪之处 从里里外外 全部不管是骨头也好 血肉也好 或者是里面的黄水 浓血等等 一个一个剖析开来 然后在观察的时候 绝对也不会里面有 少分的一种价值 精华 不可能具足的 因此我们现在也是 应该想到 人人都贪着这个身体 但是贪着这个身体 只不过是 我们的一个迷乱 习气 迷惑着自己而已 真正你要去想 最后这个身体就变成什么样 当然你到了石头林也好 或者是头脏 水脏 不管怎么样 人死了过后 过了几天之后 你以前是再漂亮 再怎么样好看 那一看他的脸色 你就完全明白得到 人活着的时候 实际上人们特别喜欢的面目 也只不过是如此而已 那个时候会甚深地体会到 人身不净的成分 因此佛陀在有关大乘的经典当中 再三也是宣说了 人身的各种成分 尤其是《学集论》里面 引用了《般若经》的教证 佛陀告诉须菩提作为菩萨 一定要前往石头林 然后看一些过了一天 过两天 过三天 过四天 过五天等等 这样不从世间的尸体 与尸体的迷懒和肮脏不堪的部分 与自己的身体 进行比较 然后心里要观想 与我的身体实际上也不例外 应该以如此观想 所以也宣说了 许许多多的教言 当然有些大城市里面的导游 可能是亲自到石头林去的机会和方便 这种时间 不一定有的 但是如果有的话 那么应该看一看这些尸体 然后再三地观想自己的身体 应该做一些对比 我想我们学院里面 在座的有些导游 你石头林也是两三公里 不太远 尤其是现在夏天的时候 方便的时候 为了修行而去一下 没有什么为了好奇心 现在很多的新闻记者 或者一些女友逛逛的人 他们都觉得藏地的石头林 好像特别好看 或者感到有一种稀有的心 那时拿着摄像机 拿着照相机 到那里去顺顺便便照照相 这个我觉得 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应该到石头林之后 自己经常观想 与自己的身体 跟世人的身体 又在本质上 有什么样的差别 通过这样的传修之后 最后在自己心的相续当中 真的会生起来 啊 现在我再怎么样贪执自己 化妆自己 再怎么样 也可能实在是 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尤其是现在 大城市里面的一些人 整天都是为了摩擦 或者服侍 经常打扮自己的身体 花相当多的时间 我都认识有一位居士 对学佛方面比较虔诚 但唯一的一个毛病 特别喜欢打扮 有一次我说了 你们还是把时间是不是 大多数用在学佛上面 不要执着外向 最后他是怎么说的 不行啊 看不好 我一定要打扮 我没有化妆的话 我就变成像魔女一样的 我化妆以后 我会变成天女一样的 但我们感觉化妆之后 人的更虚假一样的感觉 那不如真正是 画一个天女的相 就像现在很多有假发吧 然后有假的面目 戴上的话 可能更好看一点 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化妆以后明显看得到 不是原来的 你的这种面目 那这样以后 世间当中 大多数人对身体 极其的贪执 但是这样的贪执 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实在的意义 尤其是为了贪执自己的身体 而造业 这是更不一例的 大慈大悲的佛陀 在有关的大乘经典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有一个佛经里面是这样说的 极其尊碍知自身 死尸舍弃入破关 居身固入义分裂 肚子随意耳漂泊 切莫为生造恶业 我们自己的身体 人们都是非常非常地尊碍 守护它 但是当你死亡的时候 就像我们认出破关一样 根本没办法作为我所 那个时候你自己 居身的这些骨头 肉 全部各自分开 而独自一人 随着业力前往中淫 所以说 随着的只有什么呢 业 而身体根本 不会跟着我们的 因此我们为了身体 而造恶业的话 的的确确也是不合理的 现在大多数的人是什么呢 到寂静地方 不能去的一种原因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 都是不同的 很多人第一个原因就是 害怕在圣山老林当中 如果苦行的话 对自己的身体找不住 然后对身体的贪执放不下来 我遇到上海的一个老居士 他特别有信心的 但是他说 我到山里面去 其他的什么贪执 都是没有的 但是我担着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不敢去 确实也可能身体在高原地方 是不一定适合的 有这种实在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在高原上面不适合 也是实际上在其他的一些 寂静地方修行 也是应该可以的 因此我们的身体 如果一直存在这样的老师 或者是都市当中 有时候会减少这种机会 当然我们对身体不贪的 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把他身体 观着如梦如幻 如泡影 然后真正从内观来讲 就像我们小乘里面的 修不经相 不经观 就这种方式 有九种相来进行观修 这样以后 对身体完全断住贪执 如果断除了贪执以后 那么很容易获得果 记得佛经里面 也有这样的一个公案 摩羯陀果 每年都是有举行一些宴会 但那里的风景 应该说是善尽随修 这个金舍一人 非常好 有一天很多男女 到那里去拜佛烧香 当时有一个叫做魏贱 魏贱是一位大臣 然后她特别喜欢 一个漂亮的女的 叫做上金光树 那么他们 一起到那里去烧香拜佛 在烧香拜佛的时候 互相生起贪恋 然后彼此吸引 甚至在拜佛的时候 他们就忍不住 偷偷地看着对方 在那个时候 她的姑娘上金光树 就突然倒下去了 然后倒下去之后 她整个四肢僵硬 然后慢慢慢慢 脸上也是发黑 从口里面 鼻子里 眼睛里面 开始出浓血 有一股出气 扑鼻而来 那个时候 原来特别美丽的这种身相 一下子就开始 变成了一具可怕的尸体 那个时候有一群群的 苍蝇也飞来 然后一直贪食着 那么整个一瞬间 也是眼光的吃热下 一瞬间当中 原来特别漂亮的女生 最后变成了 极其粗恶的一种身体 在那个时候 卫健特别害怕 她就拼命地跑 拼命跑的时候 很多殊生 也是告诉她 原来她特别喜欢他 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 到这个时候 连尸体都不满 然后她后来觉得 也有道理 把尸体满在地里面吧 好像记得 然后到佛陀那里 到佛陀的精神那里去 闻一闻原因 到那里去了 但在佛前 准备要闻的时候 突然来了两位姑娘 但是念章一点的 她就真是看到了 就是上经观说 刚才刚刚死下去的那个 她就大吃一惊 特别害怕 就为什么是这样 再想看看佛陀的时候 佛陀已经不显现了 没有了 然后再看看刚才那个女人的时候 女人也不显了 已经站着文殊菩萨了 这个时候她明白到 原来漂亮的女人 实际上是文殊菩萨发现的 但是那个时候 她完全已经懂得了 世间当中最美丽的也是 不过是一种很好的抛音而已 世间上最好的快乐 也实际上是一瞬间的感受而已 然后从中精进修持之后 最后获得菩萨的果位 所以有时候我们 具足一些殊胜的因缘的时候 当然佛菩萨也是显现 在你面前显现美女 显现一些形象 断除贪执 但是这种形象 我们作为一般的凡夫人来讲 可能是难以做到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 还是反反复复地观察 因为多年修行的人 其实对自己身体的执着 应该会逐渐逐渐减少 这一点也是修行上 不可缺少的 如果我们始终都是 贪执自己的身体 一直不放 那么对修行有很大的障碍 对身体的打扮也好 或者是传着 或者说对他的爱护 执着等等 日日夜夜为身体而操劳 最终自己也是得不成修行 所以我们也尽量地 对诸佛菩萨的有些教言 刻在自己的心间 反反复复地观想 到底我值不值得 贪执这一个如生 就应该这样来想 当然我们学习佛法 并不是一天 起到很明显的效果 如果一天当中 有个很明显的效果 那么这不一定是 一个很好的真相 我觉得我们学任何一个知识 逐步逐步地开发起来 同样的道理 学佛也是逐渐逐渐 你的心绪就改变 尤其是现在的社会当中 懂得佛法的真理都是很重要的 观音上是在台湾 当时开始佛教道理的时候 他也说过 我经常观十能金刚的顶 做一些灌顶 为了召集人们 真正的目的不是灌顶 就是要宣说佛法 要懂得佛法的道理 只要有智慧的人 不可能不接受的 因为佛法真的是一切万法的真理 这种真理 没有智慧的人 他可能会跑着脑后 但是这一点 我们也没办法 在佛陀时代的时候 也这种显现是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现在 应该自己所学的知识 反反复复地 关在自己心的相续当中 然后如此而对治自己的烦恼 尽量发愿 前往寂静善灵修行 然后下面就是 那么我们人的身体 在生的时候 虽然骨头 肉 全部连在一起 因而出生的时候 从舞台当中出生的时候 都跟着一起来的 但是最后死的时候 这些骨肉也是 全部一一地分开 大家都可能清楚 如果你把身体 拿到石头里以后 头切成一块 然后四肢也切成 最后身体上面的 肉一块一块地切 骨头全部摧毁 最后整个身体 变成了动力稀散 然后四分无力 全部摧毁无益 已经变成了这样的现象 那即使我们身体 应该说是跟母亲的胎里面 一起出来的时候 连在一起而来的 但是这个总有一天 要破裂 要分散的话 那跟我们其他的亲朋好友 这个怎么会不分离呢 一定会分离的 即使离开他们 有什么样伤心的呢 也没有伤心的 现在世间当中的很多人认为 所谓的自己的亲人也好 朋友也好 有一种感情 这种感情的话 他的愿望始终都是 不要离开 一直乃至生生世世 也是念在一起 原来世间当中 不愿同年 同月 同日生 但愿同年 同日 同时间 同一秒钟死 但是这种情况 会不会可能呢 也不可能的 即使有可能性 在同一个日子当中 你们一起死 但死完了以后 也是随着各自的业力 在中阴仓道当中 也是分开的 所以说我们世间当中 很多的观念 的的确确是一种颠倒的 是邪念的 而以前真的 随着世间的这些观念 相续当中 有很多的传统 或者习气 那么这些现在 我们用在人间的真理上 那就完全不符合实际真理 所以说我们平时 对亲朋好友 不应该有特别大的执著 如果有了执著 当然对自己的修行 有非常大的危害 修行的最大的危害 是什么呢 就是亲人 以前藏地的 有些高僧大德也说过 外面的磨是不是很可怕的 就是内在的亲人 是最可怕的一种修行的障碍 以前上师如意宝 讲《入行论》的时候也说过 我们一般外来的一些 比如说人与非人的一些袭击 我们通过念咒语 自己一直正着正念 通过各种方式来 可以消除这种违缘 可是亲朋好友来劝你 那这个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没办法 比如说你的亲人打电话 我现在身体痛得不行 你可不可以照顾我 然后你回来一趟 有些山里面修行的人 经常也受到天眼蜜语 这样的违缘 然后你实在是没办法 如果有怨恨的敌人 来到你的面前 你不准修行 你必须要什么什么 离开这个道场 你不一定离开的 但是你的亲人 你的好友 你的父母 就经常也是 哎 你不要出家 你不要出家 你如果出家的话 真的是我们家里 只有一个孩子 那你出家的话 我们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不负责任 如是如何 这样一劝说之后 有些人修行的心就软了 然后不得不随顺这些亲人 很多修行的违缘 并不是外来的 就是自身的亲人带来的 因此为什么 以前藏地 印度 汉地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当他出来家 完全想决心修行的时候 隔离世间 隔离亲人 原因是什么呢 还是有一定的密意 如果你不离开的话 可能你的修行不能成功 因此我们要前往寂静地方的前面 你要想到对亲朋好友的胆子 能不能割舍 如果你不能舍弃的话 那你暂时还是 在都市当中随顺他们 否则你即使暂时一两天 跑到寂静山里面 寺院里面去出家 过一段时间 也是忍不住他们的这种隐情 最后也是返回到 城市当中去的 因此现在的有些修行人 真的我有时候也是感觉得到 亲朋好友对修行人的 障碍是非常大的 因此有些修行人基本上 对家里和对亲人断绝关系 上等修行人的角度来讲 这是最好的一种办法 当然世间人们可能觉得 这个人是没有良心 不孝顺 或者说这个人是 亡恩负义等等 有各种议论 这也是情有可言的 因为世间的观点 跟出世的很多观点 在某些问题上的确也是截然不同 因此每一个修行人 自己也是变成一个上等修行人 还是中等修行人 如果你想真正的 像隐藏高僧大德那样做 要断绝世间的一切千年 如果你想通过利益他们 那当然要对众生保持练习 以前有些大德也是这样讲过 上师如意宝也是这样讲过 我们要弘法利盛的时候 我现在是修行为主 什么事情都是不管 我每天都是闭目思维 那这是不合理的 你如果在山洞里面 一个人闭目思维 任何众生也是见不到你 如果见不到 他们听不到佛法 所以这是应该根据自己的 境界和定理和因缘做决定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做佛法利盛可能不是很重要的 因为自己对佛法的 很多境界还没有稳固 没有稳固之前 你随顺这些世间 世间的习气和力量 是相当的强烈 你相续当中 本来佛教的境界是微不足道的 然后世间的强烈 吸引力当中 最后你自己相续的 所有的这些境界可能会变成当然无存 所以说我们到了 一定境界的时候不能忘记度化众生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也应该要观想 或者是要选择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宣说 我们世间当中最可怕的 就是情有和世间的这些对境 以前佛教的故事里面 用比喻来说明一个问题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 实际上是随着业力而长期存在的 其他的身体 受用 以及情人等等 对我们来讲 最后关键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 以前有一个人 有一个丈夫 她有四个妻子 四个妻子当中 她第四个妇人 她是最宠爱的 她经常也听众她的 那么第三个妇人 她也是经常待在她的身边 对她的关系也相当不错的 然后第二个妻子 她有时候也经常见面 但是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些 众生的朋友那样来对待 然后第一个妻子 她像仆人那样来对待 只不过有时候 举她借助而已 实际上在她的心里面 没有这个妻子的地位 她有这样的四个妻子 但后来这个人 离开自己的故乡 要前往他乡 前往他乡的时候 她最疼爱的妻子 没有陪着她 她说 你不管对我怎么样 但实在是对不起 我不会陪着你 然后第三个妻子 她说你最喜欢的妻子 今天关键时候的时候 她不跟着你的话 那平时你对我也不怎么样 所以我也不可能跟着你 后来第二个妻子 她说 那他们两个都不配着你的话 我还是觉得你今天 离开这里的时候有点可怜 我只能送到城外 平时对她非常不好的 像仆人那样 那个妻子 她说 我不管怎么样 一直陪着你 有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刚才最宠爱的 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人活着的时候 对身体是最执着 最疼爱的 可是人死的时候 他根本不可能陪着我们 然后第三个妻子 那样就是我们的财富 财富的话 人死的时候 稍微对死人有一点意义 但是她也是 不可能给我陪着的 然后刚才第二个妻子 把你送到城外 像那样 就像这些亲朋好友 亲朋好友的话 让我们死的时候 最好只有我们送到医院 当时陪陪你哭一哭 身边只能这样的 但是最后的 仆人领养的妻子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平时对自己的心 并没有光顾 并没有对他照顾 但是最后真的是 跟我们永恒一起 遇到最关键的时候 心就是我们的灵魂 也是随着夜风 漂游到 路道轮回当中去的 这样的话 通过这种比喻 我们世间当中 有什么样拥有的财产 地位 还有家人这些 最后的时候 绝对不会陪着我们去的 我们亲身也是体会得到 人死的时候 这些亲朋好友 只有在旁边哭泣而已 除此之外 他们又没有办法的 不要说生死的时候 有时候生病的时候 就没办法 昨天我身体很痛的 然后我旁边有一个喇嘛 他说 怎么办呢 我都没办法 想帮帮你 当然我说 众生的业力是不相同的 你再想帮也是没办法的 所以有时候人的 这种病恼痛苦这些 旁边的人 怎么样想关心你的话 就没有办法 就是自己 承受自己的业力 所以我们要深深地 懂得这些道理之后 其实世间人 贪执自己的亲人 也是我们会理解的 因为一方面 无明于此 已经迷惑着自己的相续 另一方面 我们相续当中 有无始以来的习气 还有没有受到佛教 非常甚深的大乘教言 这样之后 以各种因缘聚合的时候 觉得你最贪爱的对境 就是你的朋友 尤其是世间上的一些男女 或者是一些 亲人之间的关系 看起来好像 非常快乐 幸福 但实际上不幸福 为什么现在社会当中 很多电视电影拍的时候 他没有成家之前 没有结婚之前的一些景象 就出现了 而结婚完了以后就没有的 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呢 人一般不同业力的两个人 接触在一起 他们的业力不同的 然后所喜欢的对境不相同的 然后自己的爱好不相同的 各种不同的因缘 集聚在一起实际上是不快乐的 这样之后 他们在很多家庭当中 也是真正得不到任何快乐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想 别人的身上 我可能永远得到一种幸福 快乐 以及向往等等 希望是非常大的 但结果真的两个业力不同的众生 就是关在一个屋子里面的时候 极其的痛苦 最后连做中午饭的话 一个说是做稀饭 一个说是做干饭 然后最后在这个上面 观点不同 真知不喜 这种现象 我想世间人很多都知道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业力不同 目标不同 然后在自己的习气 什么都不相同的 这样以后 我们也是没有必要过于的贪执 如果过于的贪执 心里面也会产生了极大的痛苦 如果有了痛苦 那这样的相续 能不能修行佛法是成功的呢 绝对不会成功的 因此大家也应该在这些方面 深深地思维 下一个颂词这样的 那么生的时候也是 孤零零地来到人间 死的时候最后也是 独自没有任何陪伴的情况下 而前往中阴道道 然后我们在生的时候也好 死的时候也好 在漫长的轮回生涯当中 所感受的各种各样的 极其严重难忍的痛苦 只能只有自己承受 别的其他 任何一个亲朋好友 有没有办法呢 绝对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佛陀在《教王经》里面 也已经说了 所有的父母 还有子孙 兄弟 姐妹等等不可能跟随 然后自己所感受的痛苦 他们也是无法承担等等 有关这方面的教言 在《教王经》里面讲得非常细致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 也应该这样想 我们来到人间的时候 也可以说是独生 独生 独来独去 世间当中都是 依靠自己的业力来到这里 而最后也是 离开这样的世间 所以我们对现在世间的 尤其是亲朋好友的贪执 一定要断除 他这里就是说 因为不能承担自己的一切痛苦 所以要断除 一切亲朋好友的贪执 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需要承担痛苦 但是承担痛苦 刚才我所讲的一模一样 有些人真的遇到最关键的 生老死病这些痛苦的时候 能不能别人呆受呢 连一刹那的世间当中的呆受 也是不行的 当然除了一些高僧大德 通过自他交换的一种修法 呆受众生的业力 这种现象倒是有 但是这个 并不是在这里所叙述的内容 在这里一般来讲 我们所谓的凡夫人 什么叫做凡夫人呢 有关经典里面也是讲了 在路道轮回当中 只有各自漂泊 所谓的一生 自己没有任何陪伴 只有各自在独自漂泊 这就是所谓凡夫的一种概念 因此我们对世间的这些贪执 尽量地要断除 尤其是世间情人的贪执 断除的话 那么对佛法 也有一定的定解 以前的欧益大师 也是这样说过 他说是 事情断得一分 佛法只有一分得利 如果我们对世间的感情 分别念 牵挂这些断除 那么我们心地里面 对佛法的修行会产生的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一些道友 一般来讲 没有特别重要的情况下 对外面世人的 联系越少越好 只要是自己生活上 有吃有穿 这是一个修行的顺缘 如果你外面 联系得特别多 不太好的 我认识的一些居士 以前在世界各地的朋友是非常多 但后来通过学佛之后 基本上跟外面不怎么联系 因为联系得越来越多 那自己的修行 障碍得越来越多 你每天都是接电话 跟这个人一起吃饭 跟那个人一起喝茶 那这样的话 每天把短暂的时间 就用在跟世间的一些交往当中 那这样哪里有这个时间呢 就没有这个时间的 因此以前的一些经文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断一份烦恼 争一份菩提 我们对世间的这些烦恼 世间的这些交往 一些琐事 尽量地断除 这样断除的话 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真心 还有信心 智慧 逐渐逐渐地会增长的 因此以前弘一大师也是说了 事情一定要堪淡堪破 我们对世间的各种青年 越来越堪淡堪破 当然完全堪破的话 恐怕我们现在有些人有一定的困难 但尽量地少联系 所以我们学院虽然现在 移动公司在这里 也是捡信息塔 但是要求出家人 最好不要用手机 除了我们在这里 有些有弘法力生的一些负责人 这些以外 尽量都是不能用 本来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说 每个人都是有权利 每个人拿三四个手机都是可以的 但是对修行是有障碍的 我们这里也没有必要 跟国内外经常要联系 对私人的一些生活 可以解决的 尽量少一些亲人的干扰 打扰 骚扰等等 所以大家有一些真正的 清净的环境 有了清净的环境的话 那么自己又空出很多的时间 来观自己的心 这样对佛法的信心 对人生难得 自然而然生起定解 佛陀在弥勒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了 就是得到人生 遇到佛法 对佛法产生信心 还有发菩提心 这四种法在千百万劫当中 难以得到 我想我们很多人 真的是有了这四种缘分 所以这种缘分一定要把握 一定要珍惜 不要错过 你看在座的人 获得人生 大家都有了 然后遇到佛法 也已经遇到佛法了 还对佛法生起信心没有呢 当然生起信心 当然有些人对佛教和佛法 生起信心还是很重要的 昨天有一个道友我家里 要了一套花眼镜 他说 我需要你的花眼镜 可不可以 我后来心里很高兴 这个人至少也是对佛经有一定的信心 所以对佛法有信心 然后我们发了菩提心 具足这四样 千百万劫当中也真的难得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道友 也尽量对亲朋好友少联系 当然有些人 也不能太过于极端了 啊 坎波今天已经讲了 我从此以后 对有些在家人 对孩子的上学也不惯了 然后给丈夫家里也不做饭 给家里面的人也不照顾 马上要背着抱前往寂静的地方 那这是有点冲动了 这也是不行的 有些人真的是 随着业力的现前 已经现在落入这样的网 所以现在马上要出来 有一定的困难 但我想心里面有这种信心 也不要紧的 现在很多虔诚的居士 真的是有时候比我们还好的 为什么呢 我们到大城市里面去的时候 经常有一些散乱 而他们从来都是不看电视 也不跟世人的其他的亲朋好友 什么亲客 尽量除了自己的上班 和家里该做的事情做以外 全部是用在修修佛法上面 其实你当这样的一个在家人 这也是合理的 因为按照佛陀时代的时候 也是不一定所有的人全部出家 当时佛陀时代的时候 出家人是非常少的 在家人是大多数的 因此佛陀在有关经典当中 对在家人的开始 也是相当多的 所以说你们有些在家人 即生当中 如果觉得各方面 自己出家的因缘不成熟 我觉得也不要紧的 应该自己当一个 很好在家的修行人 这样也是自己 刚才我们佛经里面所讲的 人生也得到了 佛法也遇到了 对佛法有信心 发了菩提心 这四样你作为在家的身份来讲 也应该具足的 那具足的话 这就是佛陀的四种难得 也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也应该生起欢喜心 下面的颂词是这样的 如诸行如可 不知沾流舌 如舌行有道 其应念身家 那么下面这个道理 对亲朋好友不应该谈 用一个比喻的方法 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些 到远方去的客人 他肯定在中间 会住在旅馆当中休息 在那个时候 他对所著牛的地方作为执著 肯定是不合理的 因为毕竟不是他最终的住处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从这里到拉萨去 到拉萨去的话 路上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晚上 明天到哪个地方住一晚上 但每一个晚上的时候 可能跟其他地方来的一些客人 朋友 集聚在一起 但是我们对这些客人 也不会贪著为 只是我的客人 因为我们同一个时间当中 只是在这个旅店当中 写一晚上而已 然后我对这个住处 也不可能永远 执著为自己的出所 我毕竟要离开的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出所 对自己的身体眷属 以及亲人等等 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就像我们几个客人 我们现在集聚在这里 其实我们几个客人 集聚在这里 再过几十年 再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这里所有的这些道友 都各自分散 都各本东西 都前往自己的路途当中 每一个随着业力而漂泊 有些造了善业 前往清净刹土的也有 有些造了恶业 堕入善恶趣的也有 有些还是获得人身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有的 所以我们暂时 集聚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应该造恶业 也不应该过于地贪执 现在世间上的人们 有时候 集聚这些人面前的态度 也有一点过分 为什么呢 你喜欢他的时候 过于地贪执 一直意义不舍 这种贪心太强烈了 然后你有点不满意的时候 你互相都开始争斗 一定要杀害对方 那这种嗔恨也是过分 其实我们也应该不怨不轻 应该以这种态度来 对待所有的人 这是非常好的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也是经常这样讲的吧 我们在座的金刚道友 同修道友 想望你们不要有矛盾 也没有必要的 我们在这里暂时 在上师身边求法的时候 暂时住一段时间 没有必要过于的矛盾 也没有必要 你过于的贪执 你再这么贪执也是 你众生各自的业力不相同 互相也不会有 太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对人的态度 交往的态度 也应该是要有一种分寸 有了这个分寸 才能掌握自己的一切行为 那么用这个比喻 就像佛子心里面 也不是讲的吧 我们长接班的亲友 最后也是各自分散 而积累的财产最后留在世间当中 我们的衣食 相当于是一个客人 这种客人终有一天 会舍弃身体的客房 所以舍弃进食佛子心 在佛子心当中 有这样的教言 相当于是我们客人 而我们的住处 我们的伴侣就是在客房当中 所集聚的人一样 因此印度的帕丹巴 也是这样说了 他说 夫妻暂时集聚 就像是市场上的人 集聚在一起一样 千万不要吵架 现在世间上的有些人 有些家里非常不和睦 整天都吵 吵架就是他们的专业 以前没有成家的时候 他们都互相希望很大的 然后一成家之后 每个人的想法和意乐 不相同 因此整天都是互相 好像用一种敌对的 关心和目光来对待 其实这也是没有必要的 真正懂一些佛教道理的人 家庭一定要和和 开法会的时候 有一个居士给我讲了 非常感谢你 你讲了《入菩萨行论》以后 我们好几个居士的家庭 重新和睦相处 但这个话对我来讲 好听还是不好听 我也不好说 但不管怎么样 我想作为佛教徒来讲 还是应该和睦 这个也一定要很重要的 不仅我们家庭要和睦 人与人之间 金刚道友与金刚道友之间 佛教徒与非佛教徒之间 应该大家要团结 我看到一位国外上师的教言 他就是这样讲的 我们宗教徒与非宗教徒之间 应该彼此学习 彼此恭敬 彼此尊重 但是我们不一定要 学别人的宗派 学外道 或者是学非宗教徒的一些论典 其实它的道理 提的确确是有甚深的密意 因此我们应该要想 这样的 但是你对自己所贪致的家庭 自己的这些对境 也尽量地断除贪心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断除贪心 即生当中真的有些 修行的因缘也不一定具足 这种贪执其实有时候 也是依靠自己心理的作用 很简单的因缘 也可以来集聚 比如说以前那个莲慈大师 莲慈大师在明朝的时候 四大高僧之一 大家都非常清楚 他有一个发明 叫做诸弘 他当时在家的时候 他娶了一个妻子 但后来生活上 出现了一些违缘 不到两年的过程当中 他死了两个人 首先不到一岁的孩子死了 他的母亲非常伤心 一直对孩子执着 最后他也是不到 一年的过程当中死了 死完了以后 本来大师对世间有一定的厌离心 但后来在他的父母 和家人的劝阻下 又娶了一个妻子 娶了一个叫唐师 是这样的一个妻子 他进入家门之后 本来这个妻子 可能衷心也比较低劣 他自己也比较自卑 经常对大师恭敬尘舍 有一次 大年三十日的晚上 大师正在看《金刚经》 看《金刚经》的时候 唐师从外面给他 断了一杯热茶 然后这热茶 轻轻地放在他的桌子上 就突然这个杯子 裂开了 碎了 碎了以后 当时妻子心里很担心 觉得不吉祥 或者丈夫不高兴 但是没有想到的 朱宏就淡淡地微笑着说 没有关系 世间上所有的差别 没有一个不吹的 世间上所有的因缘 没有一个不善的 他说了这个话之后 他等着他的妻子 可能好加大哭 因为他已经说明了他的意愿 但没有想到 他妻子也早有准备 他说 没关系 我不会耽误你 你可以先出家 我也最后出家 通过这么简单的因缘 最后朱宏也是 他写下了《七笔勾》 《七笔勾》 大家也看过 里面讲了很多的教言 其中这个一笔 也是勾销了整个 他的世俗红尘的 一切因缘全部写 最后到西山寺去出家 也成了应该在念祖当中 第八代吧 在念祖当中成了 第八代的祖师 所谓的念祠大师 当然后来他妻子出家 也是变成一个 离宗寺院的主持吧 所以有些人说 怎么有些寺院当中 什么丈夫也出家 孩子也出家 妻子也出家 那不是对佛教不太庄严吗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过 在佛洛时代的时候 都是开许的 而且他们出家以后 都各自受持清净的戒律 我们这个学院当中 也有一些这样的出家人 但是真的是 他们出了家以后 很多方面受持戒律 各方面我自己觉得非常不错 也许心里面互相贪执 执著 担心 也许是有的 但是的确是 在自古以来的历史上 很多的修行佛法 因缘成熟的人 以前在家里面 也是造了各种各样的恶意 最后一起出家的 有些一起不能出家 你先出家 我最后出家 那天有一个广东的人 说是 我先把妻子送到这里 一定要让他出家 出完家之后我看看 他听完光头以后 我就看一下 然后我回去就挣钱 挣钱三年 三年之后我准备出家 说是这样的 但三年之后出家还是成家 我有点怀疑 下面就是讲 教会一直净处 教会一直净处 下面我们讲 一定要前往寂静的地方 然后修行 那么这个 前往寂静的地方 越快越好 你还没有死之前 最好前往寂静的地方 在森林当中 自己独自一人 或者说少部分的修行人 把你的尸体送到石头里 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很多亲朋好友 等着大哭 人们死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各个民族和一些国家的传统 都是不相同的 但是基本上 人死完了以后 处理的方法上面 要么他的尸体 作为土葬 火葬 天葬 以及水葬等等 那么这些一万都没有别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 人们都会围绕着尸体 会大家哭的 但其实让这些众生 还没有哭泣之前 还没有到达这样的时候之前 亲朋好友 最后实在是痛苦 哭泣 还没有到达这个之前 自己自愿的 独自的 应该前往石头里 因为一般这个颂词 按照印度的传统来讲 印度人死完了以后 基本上用顺缩来 困着身体的也有 有些不困着身体 光是放在胆架上 前面两个人 后面两个人 四个人牵着甲子 然后前往石头里 前往石头里的时候 他的亲朋好友都跟着后面 大声地哭着 在藏地也有这种传统 一般人死的时候不哭 好像别人觉得 这个活人对死人不关心 其实这是世间的 一种说法 真正的用 从修行和佛教的角度来讲 人死的时候最好不哭 我们有些道友 自己的亲人死的时候 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这一点是一个修行的境界 有些居士的家人死了以后 我昨前天一位法师的 施主的他家里的亲人死了 然后那个 好像母亲还是什么 然后他就觉得 当然内心当中 可能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有一些伤心 但是跟世间的熟人 完全不相同的 还是心里就觉得 这个人遇到佛法 有佛火菩萨加持的话 心里很满足的 有这样的感觉 那么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按照印度的传统 也是在四个人抬到石头里去的 然后石头里去完了以后 做天葬的 其实我们也应该发愿 还没有到石头里之前 自己自愿地 到清净的林间去的话 那么亲朋好友们 在心里面觉得 遭遇你这个人 已经死完了以后 一样 对你不会执著的 当时你哭的时候 当时你死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伤心的 有些修行人 在山里面死完了以后 这种消息 很多家人都是不知道的 但后来知道的时候 也是他们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多年都是离开家庭 离开家庭的话 大家都是互相 好像素不相识一样的感觉 有些道友 一般待在寂静的地方 山里面 我遇到一个道友 他是这样说的 他在山里面闭关修行 一般方便的时候 在一年当中 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就可以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接受不了 后来的时候 噢 一年那么快就过了 你今天是不是 你又过了一年了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那这种情况 互相也是不会扔着的 其实这样 在佛陀的有些教言里面 也有其他的一些教言当中 也是有说明的 乃至死人一旦家 太居无声为灵前 依止埋向寂静处 修行寂静之等次 在寂静语里面 也有这样的教言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刻 要准备 人还没有死亡的时候 到了寂静地方是当然最好的 你们也记得 可能佛陀的传记当中 有《铁舍王子》的传记 这个其实讲得非常好的 当时那个铁舍王子是 释迦牟尼佛前世的一个 因地的时候的一个人 他在刚刚降生的时候 因为前面的很多王子 咬着而死了 后来为了他的生命 能保得住 他们按照当地的习惯 他关在铁舍当中 有各种非陀的一些论典 作护身仪式 后来人们就成为特色王子 但铁舍王子有一次 他就刚好遇到一个 水莲花节的节日 那里有一个宴会 然后他就看了那个宴会 看了宴会的时候 有精彩的节目 精彩的节目的时候 看了整个戏以后 心里面产生了无常的观念 而没有什么可精彩的 这也是前世的善业印上的 其实我们相续当中 如果有善业的话 你如果看电视 看电影 一看就觉得世间人这样的 贪嗔痴的行为是非常的可怕 马上产生了修行的境界 我们如果相续当中的善业 习气比较薄弱的话 一看就已经入迷了 再不想看书了 然后一直看连续片 现在有些居士都是有这种现象 我看见《学入行论》 有些居士有一两个居士大听到 整天都是接一些连续片 有三十多集的 二十多集的在看 那我听了以后 都特别害怕 你《学入行论》 本来都是那么紧张 你再看三十集的连续片 那可能已经完蛋了 所以当时铁士王子 看了以后马上生起厌力心 他回到王宫以后 在国王面前接你的请求 他说 我一定要到森林当中去出家 然后国王不同意 他说 你为什么 你给我讲出理由啊 他说 我特别害怕死 所以我决定出家 然后国王说 那你到寂静的山林里面去 难道不死吗 到森林当中去 也是躲不了死亡的 那你没有必要的 你害怕死的话 在家里也是同样死的 在山里面也同样死的 最后王子说 虽然到寂静的山里面去 死也是同样死的 那么这一点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如果我在家里面 一方面修行的机会没有 然后没有修行的机会 临死的时候非常痛苦 最后也是堕入地狱里面去的 如果他寂静地方去 那么有修行佛法的机会 而且有了修行佛法的 这么样的缘分 那临死的时候不会受苦 最后死完了以后 也是前往清净的刹斗 这样三分五次地 在国王面前请求以后 国王也是非常的慈悲吧 不像我们现在 有些人的家庭一样 通过各方面来调解工作 也是最后没办法收服对方的 不像这样的 但是他的父亲也是明智的 完全同意 答应 最后将自己的王位 也是舍弃清朝一样 全部舍弃 而向往寂静地方去出家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一般来讲 人没有死亡之前 还是到寂静地方去出家 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说 我退休完了以后 我听说有一个年轻的人 他学佛一直说 我退休完了以后 才去修行 最后还没有退休的时候 已经死了 所以等不住的 有些人一直说 我退休完了以后可以的 我这个孩子 找到对象以后 我再去修行 在外面的世间人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有时候这些话听了以后 心里面真的是 这个世间会不会等你啊 岁月会不会等着你啊 你现在为什么不学佛 你如果不能出家 学佛不需要 这些方面的要求和条件 有些人光是学佛 也要退休 也要让孩子全部成家做工作 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学 其实这是一种愚痴的行为 我们学习佛法 马上要学 有了这样的善缘和念头的时候 当下一定要决定 所以大家当然有缘分 有时候到寂静的地方 当然大城市里面的人 可能这种缘分都没有 但是你们空的时候 应该城市旁边有很多寺院 有些寂静的地方的一些修行人 到那里去参观 参观 看一看 然后你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 有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如果有了 他也是人 我也是人 为什么他修行得那么清净 对佛法真的生起信心 而我为什么 每天都是忙碌自己的琐事 这样反观的话 逐渐逐渐自己的因缘也会成熟 所以现在我觉得 城市里面有些超见也比较不错 如果真的有些因缘具足 也不一定到寂静的地方去 如果身体实在不行 我遇到一个学院的修行人 他说现在闭关 城市里闭关是最好的 卫生间也在里面 水也在里面 吃的也在里面 最好是租一个房子 在城市里闭关 有些人也有这种看法 其实他也有道理 即使你在城市里面 现在暂时不能脱身 还是应该自己对自己 创造一个比较寂静的环境 然后精进地修行 好 今天学到这里 在城市里面的地方 ora earth skyце Father 颜柄的地方 馬 вам开添翻炮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